好 来看到卓西远景一如往常是执行夜间的巡逻 那么接获民众报案有人是坐在桥上一动也不动 身上也没有反光的装置很担心被车撞上了 那么远景到场发现这名男子 他原本是要骑单车到狱里的镇上的药房来买药 但是途中是感到头部晕眩 就先在桥的旁边休息 那么警方一道就说要开巡逻车 在这名男子回家 但是这名男子就说了他非常担心他的脚踏车会被偷 那么所长就骑着他的单车 另外一名远景则是开巡逻车 在这名男子一起回家 所见人情一如往常执行夜间巡逻 接获民众报案有人坐在桥上一动也不动 也没有反光的装置担心被车撞 远景到场之后发现这名男子原本骑脚踏车 要前往狱里镇上药房买药 但是骑程途中感觉到头部晕眩 就先将脚踏车放在桥旁边休息 警方提议以巡逻车再送男子回家 但是男子表示担心脚踏车被偷 那边给你 你就不好牵头 等下 换边啦 所长就骑着单车 另一名远景则是开着巡逻车 将这名男子带回家 啊 再来 好 先坐着哈 好 OK 好 你去开 回来起 好 分局长陈温文说 警察平日维护治安交通之外 为民服务更要以同理心当作自己家人对待 防疫期间同仁应该全程佩戴口罩 手套保护自身 并且随时携带酒精在身上 如果遇到民众需要协助 除了确保自身防疫安全之外 也不要吝啬给予事实关怀 让民众充分感受到警察的敬业跟有行 记者高双双卓士香采访报道